大家好,我是小乐,看到一个留言说,说小乐是专业救狗的吗?不是的,我是一名发型师啊,我给大家放点我理发的,我工作时的视频啊,然后呢,后面再给大家放一些日常喂狗的视频,还有记录的视频,请大家一定要看完哦,不要调过广告。 哇,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那只因为登了西小被丢出来的小狗狗丢到理发店,他现在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然后呢,但是他还有一点串染性啊,所以还是要需要关在笼子里边啊,关在笼子里边,他的名字叫富佑啊,富佑。 这真是一个有福的小狗狗啊,嗨,柚子保佑他健康成长,现在给他喂饭啊,他还是要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吃低脂粮啊,咱们看他吃饭的速度。 这速度已经粘呀,已经超越了99%的小狗狗啊,吃饭第一名。 oh my god,这食欲实在是太强了,就是要少吃多餐的胃啊,医生说了,不能胃多啊。 慢慢慢慢就养过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嗨,吃得好干净啊。 看看今天哇诶,看今天了边缀拉的怎么样。 因为当时做了检测 它体内有秋虫 好兴奋 嗨 当时那时候送到理发店 都已经 严严一息了 还被装在袋子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救助之前的视频 嗨 现在小猫小狗的都要救 右键就救 秘密 不是秘密 狗狗 好了好了 好了 进笼子里吧 一会儿再给你铺个垫子 洋溢猪才能放出来 我洗一手消消毒 嗨 小狗狗 哇 咱们现在喂喂 这边的小狗狗 这边的小狗狗 现在我就是严格 做到隔离 做到隔离 一窝和一窝是一窝 尽量是 不要放到一起 除非是没有办法 除非是没有办法 现在是没有多余的地方 才可能让它们放到一起 就是即使它们做完检测 我是能分开还是要分开的 做到万无一事 来来来 开饭了 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交叉传染 避免交叉传染 我的救助理念 就是预防大于滋留 我开始吃了 不要再一块 不要再一块 这是这的 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些小狗狗都已经做完检测 都已经做完检测了 但是还是能分开就分开 能隔离就隔离 每天我这个地方都会消毒的 最少一遍 通常都是两遍 我都在吃 像我们这里面放的都有益生菌 还有这个土霉素 也是非常好使的 像家里面要狗狗的话 背上它 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 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 这是我们收眼的小猫 黑毛巾的啊 你爬不上去了啊 你看下小虎 这是小虎 这是小美啊 来来来来来 这个小虎啊 我吃饭了 来来来 快小虎 来来来 来小虎 小虎 你快吃饭吃饭啊 你快吃饭吃饭啊 小虎 小虎现在恢复的挺好的 但是他有个毛病 他老是叫缓 叫缓不停 影响我休息 影响我睡眠 还影响到邻居 至于他后期的 后期的去留 还要看他 整体的表现啊 小虎 快吃饭 小美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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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的宝宝 小虎 哎 乖 千万不要搞事情啊 小虎 小虎真是经历了 救死一生 来看一下我们的富贵 哎 富贵 你看 富贵是可乖了啊 富贵真是一个好狗 也不乱叫啊 非常懂事啊 应该是岁数有点大 所以他比较老实啊 都像富贵这样多好 难得生很多心 富贵 啊 哎呀 可乖了 睡吧 休息吧 就在门口 开着门 真是一条好狗 大尾巴 大尾巴 睡吧 小虎哎呀 你看你看 一调皮的很 小虎还有点忽实 好了就这样吧 我再去给领养人送小猫了 然后带着小狗找领养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继续支持 来来来 上餐一 开饭了 汪 鸟 鸟 鸟